你好 欢迎收看Tnews联播网 我是主播陈湘怡 带您关心新北 桃园 新竹苗栗 台中以及高雄的消息 今天新闻一开始看到 这是原民电视台终于有自己的家了 原住民族语言传播大楼新建工程 今天上午在桃园市青浦举行开工典礼 桃园市长郑文灿以及原民会主委一将八落特地出席 这项工程是由原民会赤资17亿 在集结A17站旁的基地新建 预定在2024年的6月可以完工启用 原住民族传播大楼新建工程 上午在青浦地区举行开工计议 桃园市长郑文灿 原民会主委一将拔路尔 及都委原民立委都到场见证 原住民族语言传播大楼工程占地6700平 工程总经费约17亿元 由原民会全额补助 计划新建地上四层 地下两层楼建筑物 规划商店 文创展场 原民风味餐厅等等 未来原住民两个重要基金会 以及原住民电视台也将落脚这次 青浦是台湾的橱窗 那原住民电视台 文创中心跟阳光剧场 落脚在这边将可以展现台湾的多元文化的生命力 那所以我们是把最好的地留给原住民电视台 过去原民台十多年来都在其他电视台租用办公室及设备 媒体工作一直不稳定 现在重大工程落脚桃源 原民台也终于有自己的永久大楼 这是原民会成立以来 我们重大的工程设施里面 在我们的桃源来落脚 那真的 这个是我们原住民语言传播很重要的一个开始 我们期望三年之后 我们的语言跟传播基金会可以在这边来正式使用 原住民族语言传播大楼预定2024年6月完工 搭配一期完工的流行音乐剧场 明年7月即将完工的第二期国际原住民族文创园区 将成为台湾原住民交流的重要文化基地